好 各位網友們大家好 現在我們手上又收到了一個最新的消息 將在11點15分的時候 繼續來針對彭震聲的部分 來開所謂的一個生壓停的部分 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要來針對 有所謂進行所謂的 是不是沒有要來進行所謂夜間偵訊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待會要再來確定的一個時間 所以說現在為大家整理目前最新的狀況 也就是柯文哲的部分 生壓停的部分已經開完了 但是還沒有裁定 那另外彭震聲 因為他們是同案被告 所以說他們等一下要繼續 看起來是要繼續的來審理時間點 就是在晚間11點15分的時候 要來繼續針對彭震聲的部分 來召開這個所謂的家庭 那請大家就是繼續的來鎖定 那目前我們現場有來到另外一位來賓 我們歡迎我們的記者瑪德來到現場 哈囉 各位網友 真的良好辛苦了 從今天一早6點到這邊陪大家 然後我們剛剛那個下節目之後嘛 然後一樣繼續在北檢這邊幫大家守夜 我們要來守就是柯文哲還有彭震聲 他整個禁家庭的最新的進度 不過剛剛我們看稍微瞄了一下你的節目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這邊的網友講一下 你是掌握了一個獨家 柯文哲在這個裡面表現 好像你有掌握到他的心情對不對 對對對 今天稍微有聽到這個轉述的部分 就是說柯文哲在北院裡面 已經待得非常不耐煩 而且極度不耐煩 畢竟已經兩個夜晚 都待在北院的那個後審室 那後審室只有三到五坪小的空間 然後你上廁所啊 還不能夠沖水 然後你甚至還會全程被那個監視器錄影座 所以柯文哲其實已經待得非常的不耐煩 然後他現在的狀況也就是說 因為剛剛看完應該已經是 把他的羈押體已經先問完了嘛 對對對 所以他確實是沒有拒絕夜間真事 因為他希望這個羈押結果趕快下來 要壓就壓 但是如果呢 這邊法院如果裁定他是多少錢交保 他不交保 因為他覺得 唯一他能夠接受的就是無保請回 為什麼是無保請回 因為他如果無保請回的話 這代表法院這邊短時間內 來認證了柯文哲的清白 對對對 但是如果他是判多少錢交保的話 死都不要交保 我們目前聽到的消息是 他死都不會交保 你跟我談交保的條件 我都不要 他就是不交保 對對對 所以這是我們剛剛掌握到的 所以馬德恩你現在掌握的消息 基本上跟現在的狀況還蠻準確的 就是說柯文哲就是要把他拼完 就是我讓你就是問到完 我們今天不管要不要開 你要關我 還是要繼續這個 是不是要直接把我關了 還是把我放了 我今天就是要來解決了 所以說現在我們就是要來看彭震生的表現 萬一彭震生 他突然說我現在拒絕 我拒絕 對 一問到一點 那又有得玩 對對對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把這個時間交給馬德 請馬德繼續幫大家來守候囉 好 謝謝梁浩 好 我們現在放梁浩回去休息 梁浩今天從早上這個6點 然後一路待到了現在 然後都幫各位來掌握到這個最新的狀況 好 我來看一下這個網友的回應 看到何曉木說千萬不要交 然後林投語說阿伯就是真男人 確實我們剛剛掌握到的是說 多少錢的交保阿伯都不要 為什麼 因為阿伯就是說 包含陳志涵也有跟大家講 如果沒有證據 你就直接去升壓 你就直接去擠壓柯文哲的話 柯文哲才不會用這些錢來跟你交保呢 那他就是呢 人就直接進去土城看守所了 那這個背後的意思 其實很明確啦 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這一切都是司法在追殺柯文哲 好 那 以現在的政治氛圍來看 包含了剛剛已經 家庭 柯文哲的部分已經開往 其實我們都說 大環境政治氛圍 其實對柯文哲蠻不利的 OK 你從一開始的 他突然被搜索他的住家 搜索他的台北辦公室 甚至是中央黨部的辦公室 那這個中央黨部的辦公室裡面 民眾黨就已經跟他們說 柯文哲的辦公室不在這邊 但檢調還是只要來搜索嘛 所以變成說在搜索的這個部分 民眾黨質疑北檢他們非法搜索 但是檢方跳出來說 這個搜索完全是符合程序的 因此呢在這個部分 等於說民眾黨跟北檢這邊 就檢方大鬥法 但是北檢這邊呢 看起來你知道道高一死磨高一丈 開始就對柯文哲來當庭的 直接把你上告逮捕啊 甚至呢你要提審的話 還是給你駁回你的提審 那麼這一切呢 都是北檢對待柯文哲的做法 然後駁回了提審之後 確實下一部的劇本 如同外界所預期的 把柯文哲升壓境界 然後升壓境界 也就到了今天晚上8點嘛 來開了這個積壓庭 所以這個積壓庭呢 就是從柯文哲開始開 然後柯文哲目前是已經開完了 不過上位裁定 那麼上位裁定之後呢 預計在11點15分開始 就會來進行這個彭震生 相關的這個部分 那彭震生的話呢 預計目前應該是 凌晨1點到2點會有結果 開完才會懸牌 應該是開完彭震生的 然後才雙方因為同案被告嘛 所以雙方才會一起來 看最後的這個積壓的結果 然後我來看一下線上網友 我知道應該線上有蠻多的這個網友 都一定都很關心 到底今天整個最後這個積壓的一個結果 到底會是如何 但是其實有蠻多的消息 包含昨天陳志涵 就已經有對外跟大家說 如果真的沒有證據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黃國叉 現在在現場要來修化了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地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最高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客 記得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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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